清華電機是不少理工人 趨之若鶴的細鎖 有歷史悠久的名校 光環加持 還是不少頂尖人才的聚集地 位在竹科附近 多樣條件下 讓這裡成為許多人的理智院 但最近清達電機資訊 通訊所一位教授 透過東吳法律 西班網頁發文真材 探討人工智慧 在法律的運用 正常有律師資格的學生做志工 不給付薪資 會開立實習證明 網友見狀表示這是在做夢嗎 要律師資格還得當志工 按照人類銀行的情報 光是剛畢業出來工作的資遣律師 工作資歷還沒滿一年 平均薪資大約五萬六 就算是最低薪資 一個月也要四萬五 但律師薪水會隨 能力和資歷增加 有些論件記籌獲獲獎金的律師 薪水可能更高 如今卻被當成免費 志工 所以最主要還是要回歸到 這位老師 他所徵的到底是 具有勞動從屬性的雇員 那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要以這個勞動 基準法來聘任 實際詢問當事教授 並沒有回應 清大校方則表示 屬於教授個人失誤 校方不介入也不回應 一場正志工啟事 引發不少人熱議 甚至差點掀起文理大戰 但條件寫在那 同不同意就看學生自身意願 華視新聞中明星 洪世宇張全 台北新週報導 哈囉 我是萊娅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